請大家抬頭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世界地圖 有沒有人可以找得出台灣在哪裡 很小喔 非常小的一個 來提示大家一下 是黃色的地方 好像有 不少人都知道 都有看到了齁 就一個很小的地方 它在紅色的上面 為什麼要請大家看一下台灣在哪裡 因為在16、17世代 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這個位置 不管你是從中國沿海 那個航海 還是從日本的 還是從澳門航海 一定都會經過台灣周圍的海域 所以呢 就是台灣在這個時代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位置 因此就是吸引了不少 種族的一些人群 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展開它一些故事 好來 跟著我們走 走進這個 這個小小的工廠 工廠裡面呢 我們看到有幾種人 第一個是那個 西方人嘛 荷蘭人 超過幾百年人的傳教師 那在各位的 後方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島嶼的住民 是 西方人的原住民 那還有日本人 跟中國人 那為什麼有白的日本人呢 本人 那其實在 荷蘭人 來到台灣之前 它就有 跟台灣的一些住民 做一些貿易的動作 好 那當時呢 當時 那個 日本人跟荷蘭 常常進行一些走私貿易 那荷蘭人來了之後呢 反而要求日本人 要抽他們一成的稅 那你想 那個日本人 不高興 平貴嘛 所以呢 它就造成了就是 日本人跟荷蘭人日後 會比較 那個交惡的原因 那終於在 就是 在荷蘭人 擔任第三 對 第三的長官 他叫 Nuiz Nuiz 這個長官的時候 他們 他們那個 衝突就爆發了 那這個 有一個日本人 一個船長 他叫 他就綁架這個 荷蘭長官 對 長官 然後 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些 一些圖 就是 他綁架這個長官 然後並且要求就是 荷蘭 荷蘭的那個 東印度公司一定要做出 什麼樣的 那個 和解 他才可能 放人 那 這就是 也要早期 那個荷蘭人 跟荷蘭人的一些分證 那 還有 我們的主人呢 西阿雅人 或者是冰谷主人 他們在 那個荷蘭人來到這塊土地之後呢 他們的生活性 才被迫改變了 譬如說 他們 他們本來可以很 怎樣 很自由自在的打路 那個獵路啊 或者是 就是 通過他們的生活 但是 荷蘭人 跟漢人來了之後呢 那 像是 漢人啊 他可能用 陷阱會抓路 所以 那個時候 那個路 的那個數量 就非常極致的減少 那 種種的那個 外族的侵入 那 造成就是 原本 的那個原住民 呢 他 那 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荷蘭人 來到台灣之後 他對台灣做哪些建設 好 這個方向 這個 這個台灣最早的城堡 跟最早的市政 好 台灣人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在 現在 台南是安平的這個地方 好 那個 那個 進了 熱蘭這城 跟台灣第一個市政 叫大園市政 好 那個時候安平這個地方 就叫大園 大園大園後來就變成 台灣 好 台灣就變成 台灣原本只是指安平這個地方 後來就是衍生成為整個島 都叫做台灣這樣 那 如今我們看到那個 安平古堡那個古蹟啊 好 只是 我們右邊這個城 他的其中 一塊城牆而已 好 只有那個才是一級古蹟 那我們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 燈 那個廖望台啊 還有那個 一個立著安平古堡那個碑 那個其實都不是古蹟 好 那很多 很多觀光客館都 被 那個被誤導了這樣 只有那一片牆是古蹟 那說到那個安平古堡 大家應該不少人去過嗎 他寫 他有一塊碑寫安平古堡 那四個字的碑呢 他其實 在早期 在日本 統治時代 他那個碑 他主要是紀念 我剛才 剛才所講那個 那個 冰田迷冰味的那個事件 齁 那後來是因為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呢 就是把它 圖平 然後改成 安平古堡這四個字 齁 所以這個碑其實還有這個 這個 小故事 齁 那我們再往 好 當時南部呢是 本來冷 爛嶺 那別部主要就是 西班牙人 齁 來那個 鎮嶺 像是今天 他們留下的啊 有那個 那 我想要請大家看的是 這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 藍嶺的那個 銀灰 藍嶺他本身沒有殘營 那為什麼會有銀灰這種東西呢 齁 那就是 剛才 剛才我們說到的就是 大荒海時代嘛 那 西方人啊 他把 過路運來東方的時候 他在藍嶺附近的海雲 擱淺了 那 他們船上 運的一些銀啊 那個就是自然的 流入到藍嶺這個島裡面 那所以呢 藍嶺上面的達物族 他是 台灣所有的原住民裡面 唯一 會那個 發展 有這種 就有發展這種 公益的一個民族 那 那 那銀灰呢 在當地來說是非常神聖的 齁 只有在那個 藍嶺的那個 平板之後啊 新傳建成 或者是 新物落成的時候 傳拿出來才 寶冠 平時他就是 收藏在一個那個 竹樓裡面 他 對藍嶺我們來說 是非常神聖的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看